春末 热闹的油菜花开始泄木 饱含油脂的种子迎来新的蜕变 罗平小龙坛村的木榨油加工房开始忙碌起来 用传统工艺炸出的菜籽油 色泽鲜亮 带着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清气 风味独特 可以搭配不同食材 罗平县城支味园的老板杨成柳 正在研发以油菜花为主题的宴席 菜花也咬了 给我转起来 充分搅拌 保证每一朵油菜花都被蛋液包裹 菜籽油的腌点比较高 适合高温烹饪 在云南 万物皆可煎鸡蛋 油菜花与鸡蛋的搭配 既有花香又有菜籽油的清香 更有满口充斥蛋白质的满足感 罗平三黄 菜籽油 菜花蜜 小黄浆 搭配罗平三白 白果 百合 百合 百合蒸肉 鲜美多汁的猪肉中 透着淡淡的百合清香 清淡解腻 药食同然 白薯加火腿 火腿的咸鲜被白薯吸收 口感绵密 粘稠软烂 速炒白果 味道微苦的白果搭配实鲜蔬菜 双口粉糯 清新自然 这 就是罗平人的春日宴